陈医生,我昨晚梦到了一个女孩,哦,她好看吗?很好看,有多好看?非常好看。男人穿着浅蓝色病号服,毛子里流露出深深的迷恋。你知道吗?她居然有八只眼睛八条腿,比其他女孩多了整整七对。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生。 顾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超前的审美。男人眼中竟是轻目。她真的超美的。顾迟审视了男人一会儿。点点头道。了解。随即在检查表上。跨物种性体是否好转。一蓝的空白处打了个成。备注。计算障碍。四千三百九十九年。人类的科技在进步。取向也在进步。既往开来。推陈初心。 全面开发自己与其他生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怎么说呢?挺好的。但不建议这么做。至少不要光明正大的做。例如眼前的十四号病人。因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狂勇的爱意,而给家里的小母牛穿上了嫁装。并宴请七大姑八大姨一同前来见证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于是,大伙开开心心吃了薄习。然后打电话,把她送来了这里。幽南山精神病疗养中心。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顾迟问。没有了。哦不。有。男人搓了搓自己的小操手。嘿嘿道。那个。陈医生。你看。我最近表现怎么样?还不错。顾迟道。怎么了?男人。我想跟您请个假。顾迟。 顾迟。你要做什么?男人挠挠头。翘脸泛红。不好意思地道。我想出去找她。做她的老公。文言。正写着历察结语的顾迟,抬起头。问道。她不是一个梦吗?男人认真道。 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梦境的书。书上说梦是现实的映射。梦里有时钟须有。梦里无时。就重新再做个梦。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等着我去找她。把她娶回家。生一箩筐的大胖娃娃。 说着。男人又换上了那副痴痴的表情。顾迟。她很想告诉对方。梦是现实的映射。这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梦里出现的事物在现实中并不一定真实存在。它更多时候只是人们释放自己生活压力的一种形式。可是吧。人家毕竟是在这地方排得上号的人。思维模式非同寻常。跟她讲道理好像没石磨意义。不如来点实际的。 比如。顾迟用笔敲了敲桌面。将男人从迷智爱恋的状态中唤醒。语气凝重道。十四。你知不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是在犯罪?男人。她只是想请个嫁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而已。怎么会犯罪?顾迟将男人的病例抛到桌上。道。在此之前。你曾经娶过一只名为朱利亚的奶牛。现在再娶八言女士。将会构成重婚罪。 男人争辩。可我和朱利亚并没有领证。但你的亲戚们见证了你们的婚礼。顾迟道。因此。你和朱利亚具有公开的夫妻身份。婚姻目的。以及共同生活的形式。这完全符合我国法律对适时婚姻的认定标准。 等一下。朱利亚也许。你是想说朱利亚女士也许不知道?或者不想和你结婚。所以不算具备婚姻目的。对。没错。那更好了。顾迟道。你这种情况属于婚姻诈骗。在朱利亚女士不怨或不知情的情况下,骗她和你结婚。 侵犯并损害了朱利亚女士的自身权益。并且。你在主观意识上知道这是骗婚。情节恶劣。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男人。一丝冷汗悄然爬上她的额头。顾迟眨了眨眼。顺便我再问一句。朱利亚女士今年多大了?男人。十。 十三。啪。顾迟打了个响指。真棒。今年十三。那她去年跟你结婚时,就是十二。与未满十四周岁的朱利亚女士发生关系。无论双方是否自怨。都将构成强一件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罪并罚。恭喜你。十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不用再为吃饭而发愁了。男人。顾迟。 现在。你还要请假吗?男人满头大汗。脑袋摇得跟掉酒壶似的。不请了。不请了。我今晚就告诉她。我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比我好的男人还有很多。让她去找别人。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手机铃声。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过于应景的歌词让男人眼里一下子沉满了泪水。 他捂着嘴。哽咽着打开门跑了出去。门口的陈医生刚压掉电话。手还保持着正要敲门的姿势。结果突然冲出来一个人。他的目光随男人落荒而逃的背影一路飘到走廊尽头。一脸困惑。他怎么了?顾迟耸了耸肩。可能是想到什么伤心事了吧?伤心事?陈医生盯着外面看了一会。最终摇摇头。他终归是个正常人。琢磨不透病人的情绪。 将外套脱下来挂在衣帽架上。陈医生问起了十四的情况。怎么样?有好转吗?老样子。顾迟降检查表弟给陈医生。陈医生注意到。计算障碍。四个字。不由问道。你给他出了道算术题。是他自己给自己出了道算术题。顾迟降男人的话复述了一遍。他梦中的女孩有八只眼睛八条腿。比一般人多了七对。陈医生疑惑。 有什么问题吗?顾迟。我建议你也抽空去做的脑部检查。陈医生。顾迟想了想。又道。另外。他今天一直称呼我为陈医生。以为我是你。视觉或认知方面可能也出了点问题。陈医生拿起座机。 吩咐护工为男人安排仪器副检。等他挂掉电话。顾迟又开口道。还有一点。今天总共十四个病人。他们昨晚都有做梦。陈医生不在意道。患者精神状态不好。容易做梦是正常的。只要不梦游都问题不大。顾迟。那是巧合。 陈医生点头。嗯。巧合。顾迟道。可我最近也老是梦到一个女孩。陈医生。也是八只眼睛八条腿。那倒没有。顾迟起身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 说道。她是人。那一天。少女站在榕树下。双手抱胸。血紧微扬。清风挽起她耳畔的发丝。在她唇边调皮地浮动。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明眸好齿。轻力动人。有着一张令男生们只看一眼便会怦然心动地初恋脸。阳光倾泻下来。胜过树荫斑驳在少女一尘不染的校服上。美得像青春散文集里的一幅画。陈医生好奇。 她有跟你说什么吗?有。顾迟喝了口水。到。她说。如果哪天我说我喜欢你。那你一定是在做梦。傲娇。陈医生神色微微古怪。你喜欢这一款?傲娇不是已经退环境了吗?顾迟不置可否。万一她傲不傲娇跟我喜不喜欢傲娇没关系呢?陈医生不信。不喜欢傲娇你把她塑造成傲娇的样子。控制自己的梦境。将梦里的人和事物 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是他们这些清醒梦爱好者最喜欢做的事。他和顾迟之所以认识。成为朋友。便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清醒梦爱好者交流会上。我没有干扰梦境。顾迟摇头道。只是简单地做了个梦。干扰不等于营造。 陈医生。哦。乐医生。那我知道了。你是想弥补自己过去在现实中的缺失。体验一下拥有一位青梅竹马是什么样的感觉。青梅加傲娇。经典人设的属于是。代入感非常强。陈医生继续道。如果我没猜错。你梦里的荣朔。应该在你高中的校园里。你们上课的时候是同桌。放学后之后是邻居。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你有一辆自行车。每次宰他的时候。他都一脸嫌弃。但依然会坐上你的后座。他偶尔会给你买杯奶茶。说是当做搭你车的车费。你问他怎么知道你喜欢的口味。他会说随便买的。他才不会关心你想喝什么。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喜欢你。你也不承认自己喜欢他。你们就这样反复拉扯。直到梦醒。对不对。对是对。但。 顾持话莫说完。便被陈医生抬手打断。不用否认。我都懂的。陈医生一副过来人的口吻。他目落回忆之色。说道。曾经。我也控制自己。做过这样的梦。没有付费缓解。仅仅是单纯到不能再单纯的日常。甚至两人的关系都不用点破。那种上课时偷偷看他。他明明发现了。却装作不知道。一边脸红一边假装认真听课的姿态。 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模样。谁还不喜欢甜甜的爱情了。但。人终究是要面对现实的。他所在的梦境俱乐部有一句话。避免迷失在梦境中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梦做得太美。如果长期为自己营造不想醒来的美梦。可能就真的醒不过来了。就算醒过来。也有可能承受不住现实和梦境的反差。导致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遇上这种情况。陈医生只能说。 幽南山精神病疗养中心欢迎您。某种程度上。清醒梦可以说是一个高危爱好。顾持刚说自己最近老是梦到一个女孩。 老。这个字就代表着不止一两次。而连续做同样的梦。就是一个人将要迷失在梦境中的前兆。即使顾持会做梦是受到了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也不该反复梦见同一个女孩。除非第一次梦到之后便日思夜想。念念不忘。 作为朋友。陈医生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一下顾持。他面色变得严肃了些。指着墙上的画框道。你知道,卫石膜我要把它挂在这膜显眼的地方吗?那是一张从网上打印出来的小丑图。幻想时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时刻警醒我。不要把梦当阵。否则真的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小丑。 陈医生说道。顾持沉默了。陈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我知道。梦了这么多天。有感情了。让你突然不做,关于他的梦你会舍不得。我之前也是。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你把重心放在生活上。等过段时间就会发现。青梅竹马其实也没尸磨大不了的。 你看我。别说青梅。从小到大一个女朋友都莫谈过。到现在,还是单身狗一条。不也一样过得好好的吗?顾持看了看陈医生。欲言又止。陈医生。没事。想说什么就说。有问题,我帮着你一起解决。顾持。那我说了。陈医生。说吧。顾持尽量把语气放得比较轻。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这个梦是真的。 陈医生。真的。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干扰梦境。也没有刻意营造这个梦。顾持解释道。我只是自然而然地梦见了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陈医生表情缓缓凝固。所以。你真有个青梅。嗯。顾持点点头。想了想又补充道。应该是两个。陈医生。有。且有两个。顾持。他们是双胞胎。陈医生。 还是双胞胎。顾持。他们长得非常像。如果不说话。我都很难分清他们到底谁是谁。陈医生。住口。 合住他以身作则。开导顾持。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是一直在拿颜料往自己脸上摸。他做梦都只敢有一个的青梅。 顾持却在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在抬头看向墙上的画框。陈医生觉得话里的小丑好像在对他笑。顾持无辜道。是你让我说的。陈医生捂着胸口。指着门道。你。出去。我陈某人没有你这种让人之必分离的朋友。顾持还真打算走了。当然。不是生气。他本身就是来帮陈医生带个班。 现在陈医生回来了。他也该回家了。忙活了一下午。顾持有点困。别忘了。你欠我一顿饭。顾持脱下白大褂扔给陈医生。横着小曲。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室。陈医生哼了一声。穿上衣服。余光瞥见墙上的画框。越看越不顺眼。干脆给他拆了。动。一声扔进了垃圾桶。明天换一副画过来。换成穿红裤衩的超人。 喂食膜是超人。和幻想时间一样。超人也具备着某种特殊含义。陈医生不只是个医生。院里的病人同时做梦也不是什么巧合。只不过有些事情。他不好告诉固持。陈医生坐到椅子上。眼前浮现出一个只有他能看到的虚拟界面。游戏。黄凉鬼梦。攻略超时。即将降临现实。难度。精英。降临地点。 白石阵。降临前兆。试睡。一梦。降临倒计时。2点38分54秒。住。当游戏正式降临。处于降临区域内的生命将在睡眠状态下自动进入游戏。请尽快将其攻略。啊。舒服。 次日上午。顾持醒来后舒展双臂。伸了个懒腰。男的没有做梦。他这一觉睡得非常香。自从学会控制梦境。他就很少睡上这魔好的觉了。一名优秀的清醒梦玩家等同于自己梦境的主宰。可以肆意改变梦里的一切。 不受束缚的去做任何事情。只有体验过才知道。这众位所欲为的感觉真的很让人上头。只是醒来之后会比较疲惫。 庞扶这儿巴金提枪上阵。在敌人的老巢里杀了个七进七出。血流成河。据某知名梦境俱乐部调查表明。 85%以上的人在刚学会空梦的那段时间里。身体都会一天不如一天。这和他们每晚上做的梦有着如胶似漆的关系。具体是些什么梦?总之与赌毒不共戴天就是了。很多人已为人在梦里。部分感官会失去作用。给自己一巴掌也感觉不到疼。 但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梦境和现实并无二致。你一样会有情绪和感知。反倒是刚入梦时的陌生感。会被这一巴掌带来的熟悉痛觉给冲散。梦境将变得比前一秒更加稳固和真实。所以,巴掌并不能叫醒自己。恰恰相反。这其实是让自己更快融入梦境的方式之一。想要梦中之梦。最好的办法还是从细节入手。有经验的空梦者可以给自己 设定一个梦境图腾。通过图腾的变化来判断自己是否处在梦中。今天是周一。上午有堂课。 顾池像往常一样在被窝里赖了会儿床。到九点才慢悠悠爬起来。穿衣洗漱。准备出门吃个早饭。 然后去学校。给自己的学生上课。顾池是一名老师。梦境心理学。 这是学校今年上半年才新开设的选修课。顾池那会儿刚好面临毕业。 对这方面又比较感兴趣。再加上大学生活好。运动后流下的汗水都是青春的味道。 他便在陈医生的举荐下留在了学校。因为资历太浅的缘故。顾池的工资并不高。 一个月只有四千多。少是少了点。但好歹是自力更生。而且白石镇物价便宜。四千块足够顾池过日子了。 精打戏算还能有剩。来到街头的早餐铺子。顾池习惯性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九点整。他微微震了震。神情变得有些微妙。店内生意一如既往的好。热热闹闹的。空桌只剩下了一张。 亲爱的老板娘风韵犹存。热情地跟顾池打着招呼。顾老师。来了。嗯。顾池笑道。还是老样子。一份加辣肠粉。一碗冰镇豆腐脑。早饭不能吃太辣。对位不好。也不能吃太冷。容易让胃受凉。所以顾池选择一样来一份。中和一下。拿出手机扫码。付完账。顾池熟练地打开浏览器。 他准备逛逛校园论坛。看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出意外了。进入论坛。果然。原本葱绿的主页变成了灰色。背景图也从森林换成了蜡烛。 制顶铁的红色标题在这样暗淡的色调下显得格外刺目。遇害者名单。这种全校哀悼的画风两年前有过一次。一个登山社团外出活动。不幸遭遇滑坡。37人全部罹难。无意生海。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故持点进帖子。帖子里并没有说明原因。 只把遇害者的基础信息和照片贴了出来。信息技术一般。 王安鹏。电子商务三班。 林培。财务会计二班。 钱有余。 商务英语七班。 留学生。 旅游管理三班。 和宅。 柜台上的小电视也在播放相关新闻。 截至到目前未止。 白石镇。 鬼电。 事件已造成二十六人死亡。 遇害者均未在校大学生。 死状诡异。 腹部和脑部均被挖空。 金法一鉴定。 死者身体无明显伤痕。 外表完好无损。 肠脑不翼而飞。 可初步排除所谓的 灵异。 事件。 我们也在此呼吁大家不信遥。 不传遥。 弘扬科学真理。 破除封建迷信。 老板。 再来一份冰镇恼花。 灵桌有人忽然喊了一嗓子。 电视声姿赖下磨了。 聊天的人也不聊了。 就像闲聊的学生看见班主任走进教室。 原本嘈杂的空气因为这一句话突然安静下来。 气氛一时变得有些怪异。 顾持侧目看了那人一眼。 对方似乎注意到他的目光。 也看向他。 笑起来。 顾老师。 单看表情。 男生的笑容无疑是阳光的。 如同三月春风。 温暖和煦。 只是他脸上毫无血色。 皮肤呈现出病态的白。 像一个死人。 这个男生顾持刚刚才见过。 在论坛的。 遇害者名单。 上。 顾老师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和宅啊。 男生笑道。 上个月我还去听过你的课呢。 我也听过。 和宅边上的男生出声道。 还有我。 我们都听过顾老师的课。 店内吃饭的人一个接一个把脑袋像拧螺丝一样拧过来。 面色泱白。 脖子上的肉被拧令人牙酸的皱褶。 不仅是和宅。 钱有余。 王安鹏。 刘学生。 这些人都在。 顾迟数了一下。 不多不少。 正好二十六个。 所以。 是我讲课讲得太烂。 你们做鬼也不放过我。 看着二十六名学生好似人畜无害的微笑。 顾迟明白了。 这家店。 就是新闻里说的。 鬼店。 他抬起头。 再次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九点。 依旧是九点整。 顾老师。 你的早餐。 老板娘的声音冷不丁在背后响起。 走路莫发出半点声音。 顾迟眼帘微垂。 看见了老板娘戴绿的碎花连衣裙。 裙背下空空荡荡。 没有脚。 一只惨白的手臂从他颈侧伸过来。 将一个盘子放在桌上。 盘里剩住一团叠的整整齐齐。 笔线沙额长海晶莹剔透的肠子。 肠子边上是一块鲜嫩的血旺。 被做成了辣椒的形状。 他温柔地在顾迟耳边说道。 你要的加辣肠粉。 接着, 又拿出一个碗。 碗里装着满布血丝的脑花。 一整块。 和人脑结构图一模一样。 还带着冰渣。 老板娘巧笑嫣然。 这是冰镇脑花。 顾迟身子后仰。 靠在椅子上。 抄起双臂。 敏纯道。 脑花是隔壁桌点的。 我要的是豆腐脑。 你上错了。 没错啊。 老板娘指着河宅。 解释道。 她的小名就叫豆腐。 这是她的脑花。 说住。 河宅的脑袋突然裂开。 她的面部旁扶一面遭受重击的玻璃。 迅速爬满裂纹。 头盖骨向自动马桶式地揭开。 露出空空如也的内炉。 河宅本人却还在笑。 只是这属于人类的笑容逐渐争鸣。 和她军裂的面孔格格不入。 趁在一起, 分外渗人。 于是, 顾迟也笑了。 她看着河宅。 笑得比河宅更加变态。 只见顾迟嘴角一歪。 不小心用力过猛。 双唇开合的缝隙一下子撕裂到耳根处。 她的面容更是如同老旧泛黄的拼图一般一块块脱落下来。 露出森白的脸骨。 河宅? 怕大? 有什么东西掉了? 哦。 是顾迟的眼珠。 两颗大眼珠子滚落到桌上。 弹了两下。 又转了半圈调整方向。 直勾勾盯着河宅等人。 顾迟眼眶下方渗出烟红滚烫的血泪。 把脸上紧剩的皮肉也烧得面目全非。 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 模样恐怖至极。 好像她才是那个真正的鬼。 重鬼表情略显僵硬。 顾迟翘起二郎腿。 身陷的眼窝透着一众难以名状的深邃。 笑啊。 怎么不笑了? 何宅? 神话是所有人的梦。 梦是私人的神话。 西方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神话学家约瑟夫。 坎博曾这么说。 这句话本身是用来描述神话的。 但顾迟觉得。 把他拿来形容人与梦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非常贴切。 尤其事后半句。 梦是私人的神话。 人则是神话的缔造者。 在自己的梦境中。 人是无所不能的。 万物生灭都在一念之间。 当然。 这也和做梦者的个人能力有关。 如果不会。 空梦。 或是对。 空梦。 这个概念一无所知。 那即使知道自己身处梦境。 也改变不了什么。 顾迟自然不是这样的菜鸟。 正相反。 他在梦境方面的天赋非常高。 他的能力远比陈医生以为的要强大。 顾迟曾在一家梦境俱乐部的官网上看到过一套通用的评级标准。 从一到九。 九级基本上就是清明梦爱好者的天花板了。 他要求空梦者必须能在24小时内做到。 无逢续梦。 即第二天晚上睡绝时。 可以接着头天晚上的梦继续往下做。 这众对于一般人来说难度极高的技术活。 顾迟早在两年前便已熟练的不行。 有一次。 他甚至连续一个月都在做同一个梦。 把什么魔教妖女。 先宗圣女。 王朝公主都收拾得服服帖帖。 让他们用搅诀不用手。 九级网上。 则是梦境大师佛洛荣格曾提到过的。 心理学最神秘的领域。 催眠。 一般人接触不到。 所以官网上墨细写。 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 顾迟便只能自我平定。 而根据他对自身能力的了解。 他应该已经越过门间。 进入到了这个神秘领域之中。 陈医生担心他迷失在自己的梦境里。 但实际上。 这样的事情几乎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只有他让别人迷失的份。 没有梦可以困住他。 至少这个梦不行。 时针停转。 这样的破绽太明显了。 再发现时间停止不前。 出门是九点整。 到店还是九点整的时候。 顾迟便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想在他的梦里装神弄鬼。 不存在的。 谁下虎谁还不一定呢。 桌上。 顾迟的眼珠子蹦搭了两下。 见盒宅等人不说话。 眼珠子便转过来。 看向身后同样大受震撼的老板娘。 她的容貌没石膜变化。 跟顾迟刚进电视一样。 像个人。 只是裙子底下没有脚。 原本平坦的腹部多了一个血窟窿。 看起来非常下饭。 脑花是何宅的。 那这肠子就是你的咯。 说话的是顾迟。 盯着老板娘的却是桌上的眼珠。 一人分饰两脚。 搞得老板娘一时不知道该看哪个地方。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个鬼啊。 鬼怎么能被人唬住。 是又如何。 老板娘恼羞成怒。 身后末地出现一道厉鬼黑影。 劈头散发。 腥红的瞳孔闪烁震阵凶光。 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乃至顾迟比她还凶。 烦了你了。 顾迟。 啪。 一巴掌拍在桌上。 滚滚黑烟从体内渗出。 凝成一尊更加高大的鬼影。 身躯三米有余。 脑袋几乎触碰到泛黄的吊顶。 她戴着轻面獠牙的面具。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邪鬼的伟岸之感。 老板娘只觉一股山岳般的压力扑面而来。 心中静默由来地生出一种不可忤逆对方的念头。 身后的鬼影差点就被荡场震散。 她面色巨变。 惊恐地尖叫起来。 你到底是谁? 违暗鬼影取下面具。 露出一个男人淡漠的面孔。 她俯视着老板娘。 身弱滚雷。 爱丽。 你连我都不认得了吗? 父。 父亲。 熟悉的面容和嗓音让老板娘目光呆滞。 立刻软了下去。 面对自己的生父。 她实在硬气不起来。 主要是打不过。 男人身上强大的气息证明着一件事情。 你爸爸永远是你爸爸。 走。 跟我回家。 哦。 以后要是再赶出来吓人。 腿给你打断。 我没有。 是他吓我。 老板娘委屈芭娇。 像得偷偷去网吧。 被家长逮住的小孩子一样低着头。 跟在男人身后。 离开了店铺。 河宅等人看着这一切。 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他们的大鬼头老板娘。 就这样被别的鬼带走了。 那他们怎么办? 来。 我们继续。 还有谁的脑花想被冰镇的? 我帮你。 此时固迟已经把眼珠子奔回了眼眶。 脱落的脸颊也恢复了正常。 他说话时嘴角挂着温和的笑容。 可落到河宅等人眼里。 却比刚才没有眼珠子的时候更让人害怕。 因为顾驰把眼珠装反了。 没有同人。 只有眼白。 不是啊。 这个家伙真的是个人吗? 怎么干些事情比他们这些鬼还阴检。 县和宅等人沉默。 顾驰鼓着布满血丝的白色眼球道。 你们怎么了? 说话呀。 谁第一个来? 说住。 他手里凭空多出一个超大号的开瓶器。 一看就和大家的脑袋很大。 就是不知道二次开炉。 头盖骨会不会碎。 顾驰看向河宅。 河宅突然扶住额头。 面色痛苦。 疼。 好疼。 我好像要长新脑子了。 顾老师。 您先跟他们玩。 我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行。 顾驰把目光磨到浅有鱼身上。 浅有鱼胖脸上的肥肉一抖。 慌忙道。 那个。 顾老师。 我想起我做夜海默血丸。 再不教的话会挂科。 我。 我先回宿舍了。 顾驰又看向王安鹏。 王安鹏汗如雨下。 顾老师。 我也有事。 哦。 顾驰挑了挑眉头。 侧头问另一名叫做林培的学生道。 那你呢? 你也有事。 林培? 有。 有事。 我全家都有事。 老大都没了。 他们这些小鬼待在这能干嘛? 众人偷偷摸摸用眼神交流着。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随后。 啪。 落碗未耗。 快跑。 不知是谁碰翻了一个碗。 26名学生。 嗖。 一生跑了个墨影。 就这还想吓人。 顾驰撇了撇嘴。 也没去追。 只是拨正自己的眼珠。 略感无趣。 像这样的梦。 难度太低。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可塑性也不强。 梦的世界观已经基本定型。 过度造物或改变规则。 可能会导致梦境崩塌。 否则刚刚来的就不只是老板娘的父亲了。 还有他妈。 对于这个梦。 顾驰的评价是。 索然无味。 还不如最近关于某个少女的梦有意思。 傲娇归傲娇。 人家好歹常的好看。 扬眼不适。 下线。 公寓内。 躺在床上的顾驰睁开眼。 看到了熟悉的天花板。 今天还要上班。 他便没有在梦里多待。 外面天已经亮了。 阳光渗透窗帘。 让窄小的卧室也有了温度。 顾驰坐起身子。 伸了个懒腰。 一般头天晚上做了梦。 醒来后他都会望着天花板发灰袋。 整理自己的精神状态。 做清醒梦真的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但这次不用。 因为梦太简单。 他也没有大动干戈。 顾驰拔掉手机的充电线。 开机后便扔到床上。 拿起浴巾进了浴室。 冲了个澡。 洗了个头。 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顾驰便出门。 又一次来到了街头的小面馆。 顾老师。 早。 正在收拾桌子的老板娘见到他。 笑着招呼道。 今天吃点什么? 老样子。 空桌子比较多。 顾驰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老板娘很快把早餐端了过来。 这回是这儿八斤的肠粉和豆腐脑了。 一个油光闪亮。 一个青烈嫩白。 奶香梦里带着血丝冰渣的肠子和脑花。 老板娘没有过分热情。 放下碗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论坛上没有。 遇害者名单。 主页色调依然是清新的绿。 电视里也没有什么灵异新闻。 正放着让老十人赶紧拨打电话订购的保健品广告。 这才是这个世界应有的样子。 吃完早饭。 顾驰沿着街道往学校走去。 一边享受着冬季难得的阳光。 一边在脑海里整理着今天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授的内容。 直到恍惚间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思绪被打断。 顾驰的脚步有一瞬间的停滞。 校门口。 一名少女翘生生地站在那儿。 精致亮眼的容貌让路过的男生纷纷侧目。 少女本人却无视掉这些目光。 一看见顾驰过来。 便静止朝他跑去。 顾驰也不管周围人多。 少女直接扑进顾驰怀里。 娇俏的脸蛋上扬起羞涩又甜美的笑。 感受着少女柔软的身段。 顾驰的毛子也有了一丝愉悦的弧度。 你怎么来白石镇了? 不用上课吗? 她问。 因为我好想你。 我不想再装下去了。 少女红着脸。 咬着顾驰的耳朵道。 我喜欢你。 顾驰。 双重梦境。 什么意思? 凌晨三点。 阿尔卑斯连锁酒店会议室。 一场游戏攻略会正在进行。 七年前。 一个名位。 净土。 的游戏空间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征兆人类进入其中。 攻略各种各样的游戏。 一旦失败次数达到上限。 游戏副本便会降临现实。 对现实造成难以预估的影响和破坏。 被选中的人称谓。 玩家。 每一次游戏降临。 附近的玩家都会尽快赶到事发地点。 阻止悲剧发生。 这次也不例外。 只是没想到。 A级难度的。 黄粮鬼梦。 会这魔难搞。 他们一个工会来了一百多号人。 其中还有不少是通关过其他A级副本的高手。 结果快六个小时过去了。 一点动静没有。 唯一醒来的人还不是因为通关。 而是在游戏中遭遇了生命危险。 消耗了一件珍贵的一次性保命道具才逃过一劫。 被游戏撵了出来。 梦境有两层。 这是他用。 命。 换来的消息。 这名玩家叫狂战虎。 红塔工会的精英玩家之一。 是个猛男。 可此时此刻。 猛男猛不起来了。 醒来后的他满头是汗。 大口喘着粗气。 一脸的心有余悸。 一般来讲。 人在梦中死亡后会立刻惊醒。 而不会真的死去。 就像现在的狂战虎。 但有一种情况除外。 历史上曾经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将一名即将被处以死刑的囚犯带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 并告诉他将以被放前鲜血的方式处死。 随后蒙上他的眼睛。 用手术刀轻轻在他动脉上画了一下。 仅仅只是割破了皮肤。 并没有伤到动脉。 接着放了一个回音很好的金属筒在他旁边。 配合滴漏屏模拟血液滴落的声音。 几个小时后。 死刑犯脸色煞白。 像湿血过多一样死掉了。 这就是人类前一时的巨大力量。 如果身在梦中的人坚信自己所处的世界是真实世界。 那他在梦里死亡后便会真的死亡。 黄粮鬼梦。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 他会先缔你营造一个不那么真实的梦境。 故意发生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 像他们这样事先知道这是一场游戏的玩家。 很容易便能分辨出自己是在做梦。 而当你醒来之后。 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 其实却是进入了另一个梦境。 一个和现实世界几乎毫无区别的梦境。 狂战虎梦到自己从会一时醒来。 以SSS的评价通关了。 黄粮鬼梦。 成功解除了白石镇的危机。 作为这次任务的头号功臣。 他优异的表现理所应当地得到了红塔会长的表彰和玩家群体的关注。 有人想挖他去其他公会。 红塔会长死都不同意。 并为此和对方大打出手。 打完之后便提拔他做了副会长。 一心想把他绑死在红塔公会这条船上。 除此之外。 会长还给将公会最漂亮的女玩家介绍给了他。 两人一见钟情。 再见领政。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骚的幸福生活。 酸死了公会一大片单身狗。 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 狂战虎的人生轨迹都非常完美。 且合理。 毕竟。 他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的玩家。 直到某天晚上。 最久的他被一辆泥头车撞出个720度空中转体。 皆落地翻滚十周半。 免死道具出发。 狸猫换呆子。 一只山猫代替他倒在了血泊中。 狂战虎这才明白。 自己所经历的完美人生。 爱情。 事业。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泡影。 他依然处在梦境中没有醒来。 如果没有免死道具。 他这会儿可能已经知道阎望长啥样了。 听王狂战虎的话。 女人目光微宁。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是此次红塔工会此次攻略行动的负责人。 ID白面霄。 干净的OL装和高高竖起的马尾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干脸。 属于那众一看便会让人觉得很能干的女人。 他也确实很有能力。 丰富的经验和阅历让他往往可以凭借少量的信息便准确推断出一个副本降临后的真实难度。 并给出攻略建议。 白面霄目光扫视一圈。 工会一百多名玩家还在沉睡。 看样子。 多半是迷失在了第二层梦境之中。 梦境本身难以识破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即使心中有了类似的猜测。 很多人可能也不愿意醒来。 按照狂战虎的描述。 第二层梦境是完美的。 会让人忍不住沉溺其中。 并选择性忽略掉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 甚至用。 现实本身就不讲逻辑。 来说服自己。 从而越陷越深。 直到死去。 梦里的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现实的他们。 将变成昏迷不醒的植物人。 谁也无法叫醒。 要不我来试一试。 坐在白面霄对面的男人开口道。 男人。 ID。 钢筋。 混凝突。 他和狂战虎一样。 也是一名通关过精英副本的老玩家。 一身肌肉。 擅长挨打。 在狂战虎醒来之前。 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白面霄依靠注射型脑镜保持着清醒。 以处理攻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比如现在。 狂战虎因为在梦境中死亡。 已经丧失了继续攻略副本的资格。 其他人又还在昏睡当中。 火之不到。 梦境有两层。 这样的关键信息。 这种时候。 无疑只有他和白面霄通关游戏的可能性最大。 说住。 钢筋混凝突拔掉了手臂上的针筒。 下一秒。 白面霄又把针筒给他插了回去。 钢筋混凝突。 白面霄瞥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还是歇着吧。 什么意思? 钢筋混凝突不满道。 你不相信我。 有些问题不是知道该怎么解决, 就一定能解决得了的。 白面霄说道。 你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高数课吧? 老师应该教过你那些题怎么做。 或许交了还不止一遍。 你现在会做吗? 钢筋混凝突。 不会。 那不就得了。 白面霄? 这是个靠脑子的本。 肌肉再多也没用。 别给我添乱。 钢筋混凝突。 妈的。 你说话好记吧伤人。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狂战虎看着周围睡得跟死猪一样的兄弟们。 有点着急。 理论上讲。 如果运气足够好。 一直没有在梦境中遭遇生命危险。 这些人就不会死。 等到副本被其他玩家攻略。 降临解除。 他们便能苏醒过来。 精神上可能会受到一点小的创伤。 但总的来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好好休息几天便能恢复。 可要是运气差。 像他那样被车撞一下。 能不能活下来就不好说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免死道具的。 他们这些玩家尚且如此。 普通人入梦后只会更加危险。 在梦里待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发生意外。 白面消沉思片刻。 说道。 发布球员信息。 让专业的玩家来破解梦境。 黄凉鬼梦。 的难度已经超出了正常精英及副本的范畴。 也超出了他们这个西南区域常驻玩家团的能力。 授业有专攻。 他对于懂梦的人来说可能只是精英级。 但对于不懂梦的玩家而言。 说是进去就出不来的噩梦级都不畏过。 最关键一点。 想要将以金降龄的A级副本从现实中彻底抹除。 还有一个额外条件。 需要至少一位玩家的通关评分达到A级以上。 这也是白面消沉为钢筋混凝突不行的原因之一。 光通关是不够的。 就像一道解答题。 你只写个答案。 没有解题过程。 即使蒙对了也拿不了几分。 A级评价本身并不算特别高。 只是想在这个副本里拿到很有难度。 双重梦境。 一。 真。 一假。 多少有点硬件了。 在通关都成了问题的情况下。 能拿到一个就是大胜利。 至于A上面的S。 SS。 SSS甚至Omega。 除非是会长那个级别的人物。 不然想都别。 叮。 区域公告。 凰凉鬼梦。 攻略成功。 游戏投影已回收。 降临解除。 通关评价。 Omega。 攻略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帅哥。 正准备摇人的白面削。 香。 同样的公告也出现在了狂战虎和钢筋混凝突的眼前。 两人相视一眼。 操。 有大佬。 公寓内。 顾驰第三次睁眼醒来。 梦中梦啊。 好久莫做过了。 顾驰还真没想到从梦里醒来后会进入另一个梦境。 更没想到的是。 这个梦并非源自于他自己。 顾驰躺在床上。 一个半透明的蓝色界面突兀的出现在视野中。 遮住了天花板。 黄凉鬼梦。 攻略完成。 通关时长。 5.12分37秒。 平定。 S。 探索度。 57%。 平定。 B。 解锁成就。 3。 平定。 S。 梦主。 没有梦可以迷惑你的眼睛。 也没有人可以在你的梦里打败你。 只要愿意。 你甚至可以强行改造梦境。 不得不说。 你在梦境方面的造诣非常得。 你为老板娘随手添加的设定也很润。 下次不要了。 背心罕。 你欺骗了一个喜欢你的女孩子。 你和她拥抱。 亲手。 约会。 看电影。 然后离她而去。 你知道。 这一切都是假象。 但不妨碍你体验爱情的美好。 不给钱就不算嫖。 不是真人便不算骗人。 所以。 你付了她。 但莫完全付。 我来了。 你不该来。 但你还是来了。 你以非玩家的身份通关副本。 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 此象成就并非。 黄凉鬼梦。 专属。 但会使你在本场游戏中的评价无限提高。 你的潜力值得一个Omega。 同时。 你还将获得一份特殊礼物。 这是净土给你的见面礼。 欢迎成为。 玩家。 顾先生。 文字接连滚动。 顾池的喉街也在滚动。 她将目光挪向别处。 眼前的蓝色方框也跟着往边上挪。 玩家信息已录入。 编号。 1008611。 玩家ID。 顾池。 黄凉鬼梦。 最终通关评价。 Omega。 助。 由于你的ID默认为真实姓名。 本次通关公告将自动为你匿名。 你可以在个人信息页面修改你的ID。 以下是你在本次游戏中获得的奖励。 老硬币。 1000。 通用货币。 用于在商店消费或与其他玩家进行交易。 蓝色小药丸。 1. 稀有。 短时间内大幅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天堂与深渊之药。 1. 实施。 你可以主动选择下一次被征兆时的游戏难度。 记忆水晶。 1. 实施。 使用后获得一项新的能力。 新世界的界面里。 随机获取一件当前版本最高品质的道具。 文字到此告一段落。 光线逐渐暗淡下去。 又很快亮起来。 浮现出一个酷似Steam游戏平台的界面。 游戏库。 商店。 交易行。 社区。 公告。 右下角还有。 个人。 好友。 物品。 等按钮。 物品。 上有个小红点。 顾持没忍住伸出手指点了一下。 是一种类四处碰电脑屏幕的手感。 背包打开。 时程一时的格子里安安静静放着此次副本的通关奖励。 顾持试着把。 记忆水晶。 拿出来。 脑子里也产生了一个。 取出物品。 的念头。 下一秒。 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子真的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但若白雾的光滑在水晶表面流转。 照亮了黑暗中顾持的脸。 顾持此刻终于确定。 自己好像碰上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超凡力量。 会不会还是个梦。 刚经历过一个双重梦境。 顾持难免怀疑眼前一切的真实性。 他打算再验证一次。 验证的方法很简单。 每一名有经验的清醒梦爱好者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梦境图腾。 用来区分梦境与现实。 顾持自然也有。 而且不止一个。 比如她的双胞胎青梅竹马之一的姐姐。 下冷。 听名字就知道。 这姑娘是高高冷冷的类型。 高中那回下冷还挺傲娇的。 后来长大了。 成熟了。 性格就发生了变化。 比以前安静了许多。 所以,陈医生说下冷是傲娇, 其实并不准确。 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的下冷是个清冷的禁欲系学霸。 直到凌晨三点都还在学习的那种。 当之无愧的新一代卷王。 现在才两点不到。 下冷肯定还没睡。 顾持打开屁屁。 给下冷发了条消息过去。 在。 嗯。 下冷回得很快。 顾持。 还看书呢。 下冷。 嗯。 顾持。 告诉你件事。 我刚做了个噩梦。 下冷。 嗯。 顾持。 你是不是想问我,明明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境。 为什麽还能梦见自己不想梦的东西。 下冷。 嗯。 顾持。 有些事情是控制不了的。 下冷。 嗯。 顾持。 我梦到你了。 下冷。 看到下冷。 嗯。 和最后熟悉的问号。 顾持放心了。 不是梦。 这种简洁到令人发指的聊天方式,就是下冷现在的风格。 顾持。 漠视了。 你继续看书吧。 下冷。 哦。 顾持放下手机。 目光重新回到手中的。 记忆水晶。 上。 和下冷聊了几句后。 他的心绪已经趋于平静。 再回过头,思考眼下的问题。 当原本安稳的人生出现变数。 接触到了超凡该怎么办。 那当然是。 拥抱他呀。 咔。 顾持依照使用说明浆水晶球捏碎。 光尘像爆浆一样迸发出来。 飘飘荡荡。 接着又像被什么力量吸引。 落到顾持手中。 渗入掌心。 获得新能力。 十幅数。 十幅数。 LV1。 使你某个部位变得异常坚硬。 顾持。 好像没石磨用。 又好像有大用。 数据更新。 个人。 上也出现了一个小红点。 如果这是新手引导。 那设计者一定是个强迫症。 顾持点击。 个人。 弹出的面板出人意料的简洁。 玩家。 顾持。 可修改。 荡前性别。 难。 游戏场次。 1。 等级。 1。 体质。 6。 精神。 9。 灵巧。 5。 力量。 6。 魅力。 9。 天赋。 暂无。 技能。 十幅数。 LV1。 星。 空梦数。 LV6。 下一次只照到计时。 3天。 属性方面没有任何解释。 不过很好猜普通人各项属性的最大值应该适时。 而自己的魅力有9点。 嗯。 从这个角度看。 这些数据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另外。 空梦数居然也算个技能。 那是不是说。 玩家自身的能力和手艺。 都可以在游戏里直接使用。 很合理。 没有过多研究属性。 顾持的关注点又回到了背包。 他还有个VIP新手礼包莫开呢。 想了想。 从床上爬起来。 进了洗手间。 非常礼貌地洗了个手。 大多时候。 顾持都是一个比较有意识感的人。 将盒子拿出来。 顾持熟练地解开了寄在上面的丝带。 然后。 他便被一阵金光淹没。 同时。 一个古旧的轮盘出现在顾持手中。 真的很旧。 分不清什么材质的盘表上。 秀极斑斑。 颜色像腐朽的木头。 摸起来却又硬邦邦的。 有重金属感。 轮盘一共有24格。 每一格里的图案和字符都不一样。 并且在不停地扭曲。 变换。 命运之神的玩具。 传奇。 这是一个由命运之神随手制作但非常神奇的轮盘。 每次转动你都可以随机获得一个buff。 持续至下一场游戏结束。 有趣的是。 它虽然是个轮盘。 但不需要你来转。 它会自己动。 当然。 你也可以把手伸进来。 可以增加一些参与感。 顾持。 还是个成熟的转盘啊。 刚看完介绍。 转盘便自己动了起来。 工艺精湛的雕花指针不快不慢地旋转住。 发出类似钟表的低答声。 当指针停下来时。 一直变换的图案也停止了变换。 获得状态。 代号06。 代号06。 在下一场游戏中。 你将额外获得一个任务。 阻止其他玩家完成任务。 没有一名玩家任务失败。 你的通关奖励增加100%。 可叠加。 上限500%。 一日。 生活的喧嚣赶走了沉寂的黑夜。 白石镇只是个小镇子。 但因为有个大学城。 白天比一般的大城市还热闹些。 街上一如既往的西让。 学生们三五成群。 走路都在讨论自己昨晚在梦中的离奇经历。 幽南山精神疗养中心。 办公室的沙发上。 陈医生眯着眼睛醒来。 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脑袋。 余光注意到垃圾桶里的画框和画上熟悉的小丑。 不由愣了愣。 我昨晚不是在家睡的吗? 这个。 家。 当然不是指以前的家。 而是他当上院长之后新买的房子。 一栋靠海的大别墅。 有着承重力极强的落地窗和直径五米的大圆床。 可以放肆地在上面做很多单人床做不了的不规则运动。 只是。 怎么一绝起来。 自己又回到了当初的办公室。 陈医生倦意未消的脸上露出些许困惑之色。 直到一则游戏提示从他眼前飘过。 黄凉鬼梦。 攻略完成。 但与你无关。 你在本次游戏中的评价为? F。 解锁成就。 我是有实力的。 我是有实力的。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能躺着过本。 卫石魔要站起来。 以下是你在本次游戏中获得的奖励。 老硬币。 0.8。 白日梦。 1。 已发放。 感谢你的参与。 请再接再厉。 陈医生。 什么意思? 0.8。 评价只有F就算了。 连一块钱都不给我。 等会儿。 陈医生忽然反应过来。 0.8个老硬币好像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副本它不是早就通关了吗? 难道说。 啪。 陈医生掏出兜里的打火机。 这是他的梦境图腾。 陈医生不抽烟。 自然不会给火机加油。 他永远都点不燃火。 除非是在梦里。 结果显而易见。 陈医生连续打了好几下。 滑轮又干又色。 只有零碎的火花。 没有火。 陈医生。 所以。 这才是现实。 之前都是梦。 海警房是假的。 落地窗是假的。 直径五米的大圆床和小姐姐。 也是假的。 陈医生看着垃圾桶里的小丑陷入了沉默。 紧接着。 一种尖锐的割裂感在心头迸发。 痛。 太痛了。 那种得而复失的感觉。 只有用一种植物才能形容。 不要问他。 魏石魔明明有图腾。 还会迷失在第二层梦境中。 天知道。 梦境竟然有两层。 就像刚刚说的。 他又不抽烟。 难道没事。 就玩打火机。 在第二层梦境的现实生活中。 陈医生全程没把这打火机拿出来用过。 因为。 他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还身处梦中这个可能。 陈医生必须承认。 他被自己猜到了。 他也总算明白。 魏石魔顾迟之前会说。 最好不要用自己习惯之外的事物来做图腾。 太容易忘。 说起顾迟。 陈医生拿起手机。 给顾迟打了过去。 碍于规则。 他没法提醒顾迟关于游戏的事。 而且。 他最初也没把这副本放在心上。 一个精英级副本而已。 他又恰好专业对口。 分分钟给他通关了。 顾迟便不会有什么危险。 现在看来。 是他冒昧了。 对一般人而言。 梦中之梦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一个A级副本居然要玩家梦中之梦中梦。 狗游戏。 净整些阴间机制。 这还只是先浅版本。 等更新到正式版本还得了。 电话很快接通。 怎么了? 一大早打给我。 顾迟一边问。 一边缩了口豆腐脑。 含糊道。 不会又让我给你带班吧。 我今天上午有课。 听到这熟悉的嗓音和瞬息声。 陈医生心里安稳了些。 醒了就好。 默示。 就是看你起默起。 陈医生道。 看我起默起。 顾迟奇怪道。 我没起。 你想干嘛。 陈医生。 去你家把你大米偷了。 顾迟。 陈医生。 不说了。 我要上班了。 你慢慢吃。 顾迟。 陈医生挂掉电话。 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怪。 要是放以前。 怪就怪了。 全当陈医生突然发颠。 给自己打了个骚扰电话。 可现在知道了。 净土。 得存在。 顾迟很难不往这个方向去想。 换了是他。 也一定会在醒来后确认陈医生的安危。 这样看来。 陈医生好像不只是个医生啊。 阿T。 办公室的陈医生打了个喷嚏。 扯了张纸巾擦擦鼻子。 换出游戏界面。 他要看看是哪个高丸通关的副本。 但还没来得及去翻区域公告记录。 一条新的全副公告先弹了出来。 净土0.13版本10月18日热更公告。 1.修复了部分玩家ID无法在论坛正常显示的bug。 2.修复了部分游戏通关后无法正常返回现实世界的bug。 3.略微降低了B级。 困难。 和A级。 精英。 副本的任务难度。 通关奖励不变。 4.新增两个S级。 挑战。 副本。 与此次更新后加入征兆模式。 4.新增商品。 性别恢复药剂。 飞天扫肘。 记忆面包。 本周内限十八折。 欢迎玩家前往选购。 5.优化了版本进度计算逻辑。 现在通过非常归途金获取的传奇也将计入进度之中。 并修正当前版本进度为八。 十二。 元七。 十二。 当任意十二件传奇被获取。 净土游戏将迎来第一次重大更新。 敬请期待。 前四条内容都太多值得关注的东西。 玩家的游戏名在论坛上显侍卫、乱码是一直都有的问题。 没办法。 总有些精神小伙喜欢取一些文艺复古的贵族ID。 返回不了现实世界的bug也存在很久了。 据说隔壁公会有人去年进了游戏。 今年还没出来。 副本难度下调和商品新增导算得上是好消息。 可跟版本进度的变化相比。 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传奇不止十二件。 但每一件的获取难度都非常大。 在此之前。 版本进度已经快半年没有过动静。 陈医生和此刻大部分看到更新公告的玩家一样。 注意力全在。 八。 十二。 这几个数字上。 羡慕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又有人拿到传奇了。 而我。 你的朋友。 还在为了一件史诗装备玩泥巴。 这不公平。 我明明那么努力。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 坚持了两年半。 魏石魔拿到传奇的不是我。 丁。 锦诚新增一粒红眼病。 丁丁。 怀东新增两粒。 论坛上已经开始掐起了柠檬。 不像陈医生。 他就不酸。 不就是一件传奇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半个钟头前。 他也有过。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这几天固持没事就在泡在游戏社区。 对。 净图。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游戏分位。 线上。 和。 线下。 两种。 玩家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被征兆进入一个完全随机的游戏副本。 如果攻略失败。 该副本将会被限时限次投放至。 游戏库。 其他玩家可以使用老硬币购买游戏权。 通关后找偿获得奖励。 这是。 线上。 如果限时限次期间依然没有玩家通关副本。 该副本便会开启。 线下模式。 也就是降临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 净土的游戏机制比固持想象中要温柔很多。 截止到目前未止的版本。 线上游戏无论是攻略失败。 还是不小心在游戏里隔屁了。 玩家都不会死。 顶多爆点金币石魔的。 只有线下模式才会产生真正的人员伤亡。 而因为。 游戏酷。 得存在。 玩家们可以对一款游戏进行多次攻略。 所以真的能够降临现实的游戏其实并不多。 一年到头都没几个。 能碰上也是一种运气。 个人面板上的属性顾持也差不多搞明白了。 比如。 力量。 它不仅代表了你普普通通一拳能打死几个音音怪。 还关系到你的技能强度。 技能氛围很多种类型。 但它们的效果计算方式基本都一样。 即。 相关属性。 技能百分号加固定伤害。 减伤。 不过。 就像面板上的各项属性。 算法数值只是理论。 同样一巴掌。 打脸和打脚的伤害完全不同。 这就是个人面板为什么那么简洁的原因。 数值仅供参考。 实际情况以实际情况未准。 除此之外。 净土游戏还有个十分妖娆。 与众不同的地方。 个人属性无疑是很重要的。 但游戏的前中期。 玩家几乎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属性。 升级不给属性点。 通关副本也没有。 当前版本唯一可以自主提升属性的方式。 是购买游戏商城里的食物或食材。 如大米。 水果。 蔬菜。 瘦肉等。 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只长期食用商城的高端食品。 才能慢慢地提升个人属性。 这样巨大的开销一般玩家是承受不起的。 他们只能先通过装备或技能等集来加强自己的战斗力。 而事实上。 装备和技能的获取也莫那么简单。 正常情况下。 玩家每通关三场线上游戏。 才能获得其中之一。 而且是小范围随机。 玩家只能选择装备和技能的种类与倾向。 具体开出什么东西? 全看脸。 所以, 固持之前捏爆的记忆水晶才会是史诗品质的道具。 别的不说。 他至少可以为玩家节约很多游戏时间。 周四下午。 固持上完课后便去了叫悟处请假。 游戏里的时间与限时钟的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虽说通关一场游戏一般不会超过限时钟的两天。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多腾点时间出来比较好。 固持请了三天假。 周五。 周一。 周二。 到下周三再回学校。 如果游戏结束得快。 剩余时间充裕。 可以去看看夏冷和夏琳两姐妹。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省得老是梦住。 梦境心理学不是什么重要课程。 加上他这学期还有假。 领导答应得很爽快。 也不用扣钱。 回家后。 固持草草点了个外卖。 便打开游戏平台。 进入社区。 世界频道上聊得正欢。 肉松榴莲。 谁还记得我上次说过我得到一件可以在游戏中获取特殊身份的道具。 暴之刀法。 你用了。 肉松榴莲。 用了。 体验极差。 九州第一小白脸。 咋回事。 任务很难。 肉松榴莲。 不难。 游戏主线是破案。 类似剧本杀。 玩家扮演侦探团。 霸王硬上弓。 是不是给你了个杀手的身份。 然后一下被人找出来了。 肉松榴莲。 不。 我的身份比杀手还特殊。 匿名A。 比杀手还特殊。 那是什么。 肉松榴莲。 我是。 受害者。 匿名B。 肉松榴莲。 委屈。 愤怒。 我踏马在地板上躺了几个小时不说。 之后被推去太平间。 我的好队友还让法医解剖我。 跟我的家属建议捐赠我的器官。 让我换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界上。 捏骂骂的。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抱之刀法。 哈哈哈哈哈哈。 匿名C。 救命。 你要笑死我。 匿名D。 今日手棒。 消息滚动得飞快。 一条接着一条。 这可比学校的贴吧。 有意思多了。 当然。 顾持不光是来看乐子的。 通过乐子。 了解更多游戏内容才是主要目的。 看了回世界频道后。 顾持又打开了论坛。 讨论上次更新内容的话题已经没前几天那么多了。 尽管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底哪个家伙运气那么好。 获得了新的传奇。 这件传奇又有什么效果。 可人家一直不冒泡。 低调的一批。 他们聊再多也没石磨意义。 所以。 大部分帖子又回归了日常吹水的主题。 还有个老帖子被顶了上来。 红塔工会。 你最温暖的档案。 这是个收人贴。 巨顾持了解。 净土每过一段时间便会发放一定数量的游戏资格。 随机邀请一些普通人成为玩家。 引导他们进入游戏。 这也是各个工会增添新鲜血液的最佳时机。 可现在距离上一次纳心。 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 这个点来收人。 有点奇怪。 不过顾持没多想。 他暂时没有加入工会的打算。 相比之下。 他对商城里有些什么东西更感兴趣。 商城会在玩家等级达到三级之后解锁。 前期等级提升很容易。 如果能够通关并且拿得不错的评价。 从一到三也就是一个副本的事。 顾持对此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毕竟经历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梦境。 每一场梦都像是亲身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除了没任务。 其他方面与净土游戏没有多大区别。 叮咚。 是顾先生吗? 你都外卖到了。 放门口吧。 好嘞。 顾持看了眼时间。 19点32分。 距离指照还有两个半钟头。 时间还算充裕。 吃完饭可以歇一会。 洗个澡。 整理好状态。 清清爽爽的进副本。 顾持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 外卖是简单的会面。 顾持吃得很快。 洗澡倒是洗得比较久。 他喜欢被热乎乎的水流冲刷身体的感觉。 皮肤下的细胞彷復在欢快地跃动。 非常舒服。 差不多九点半。 顾持洗完澡。 换了深睡衣。 锁好门窗后便躺到了床上。 虽然是第一次。 顾持却一点都不紧张。 他把命运之神的玩具拿出来。 拨动着上面的指针。 转是能转。 但没有buff。 这几天转盘也没有自己动过。 估计是每场游戏之前只能转一次。 顾持并未过多纠结这个问题。 确认没动静后。 便把转盘扔回了背包。 转而拿起手机刷起了朋友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个人面板上。 倒计时逐渐归零。 代号06。 四个字像烙在上面的火印。 闪烁着微弱的艳光。 5。 4。 3。 2。 1。 动。 手机砸到床上。 顾持突兀地消失在房间内。 不现了踪影。 4402年。 夏。 末日如期而至。 江河倒流。 大厦倾塔。 不可抵挡的力量摧毁了人类赖已生存的家园。 天空像遭受重击的玻璃一般支离破碎。 世界也随之归裂。 人们痛哭。 爱好。 怒骂。 祈祷。 但全都无济于事。 数十亿人口在火海中蒸发。 千年文明毁于一旦。 只剩下死亡的寂静。 但希望并未泯灭。 繁星计划成功为人类留下了火种。 幸存下来的人们开始适应各自残缺世界截然不同的规则。 耕耘出一个个新的文明。 科技。 仙灵。 极限。 巫术。 正如繁星之名。 世界碎碎成了无数块。 可每一块都在绽放着属于人类文明的光辉。 直至五千七百七十六年。 洞。 你所在的。 繁星姓群。 之一的。 陈庸兴。 似乎再次出现了灾难的征兆。 你的上司不确定消息是否属实。 但事关重大。 他不敢怠慢。 立即派你前往石鬼城寻找答案。 据说, 那里有一位通晓过去与未来的先知。 名位。 一言。 与你同行的还有其他六名同事。 你的上司认为七十的幸运数。 或许能带来好运。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 你们抵达了石鬼城。 本场游戏人数。 七。 任务。 找到。 一言。 并询问关于灾难之事。 难度。 S。 实现。 五。 临时道具已发放至个人背包。 请注意查收。 卖爆了。 卖爆了。 随着文字落幕。 眼前灰白的画面逐渐有了色彩。 路边原本定格不动的暴桶开始吆喝。 挥舞手里的报纸。 街头盯着垃圾桶看了许久的流浪汉。 终于把手伸进去。 翻找过期的黄桃罐头。 来往的行人也恢复了走动。 谈笑话与声剑大。 就像一副画军突然有了生命力。 一切都变得鲜活起来。 队友也。 活。 了。 居然是S级。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S级的副本。 几名玩家兴奋不已。 S级的副本难度很高。 这点他们知道。 大不了就是个死骂。 反正不会真死。 尽管在游戏中阵王会让玩家感受到令人窒息的死亡模拟。 但其实多死几次就会发现。 这事其实还挺让人上瘾的。 总之。 一点点疼痛并不能阻止他们对高难度副本的热爱。 和通关奖励比低难度副本更丰厚。 没石磨关系。 他们主要是喜欢挑战自我。 这枪真酷。 临时道具包含了一部手机。 一打钞票。 一把手枪。 以及若干弹侠。 我怎么感觉它就是一把普通的手枪。 但它是S级副本的临时装备啊。 档次一下就不一样了。 有道理。 机人兴致勃勃地把玩着手里的家伙。 谁都没发现不远处的暴童正目光惊恐地看着他们。 一步一步悄悄地挪向树在附近的电话亭。 边上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将同伴的表现尽收眼底。 神色冷漠。 很明显这机人都是前不久才成为玩家的新人。 其不其事先不说。 至少在这个本里。 他不想和新人一对。 副本介绍里虽没写明。 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这个本是团队模式。 所有玩家的任务都一样。 换成D即副本无所谓。 他也不是莫带过新人。 可这次是高难度的S本。 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翻车。 搞不好连基础奖励都拿不满。 这重情况下。 谁会喜欢拖后腿的队友。 固持就喜欢。 一般来讲。 自称萌星的都是怪物。 但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阅历不足的。 多半就是真正的萌星。 不排除会有心脏的玩家假装。 不经意。 只是这几个人不像。 发出感叹的是两男一女。 固持越看越觉得他们眉清目秀。 分外顺眼。 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这个副本不该是S级吗? 有人提出疑问。 光是团队模式就算了。 还不现实。 S级副本是模式后对玩家这么友好了。 另一名戴眼镜的玩家接话道。 听起来你好像下过S级的本。 的确。 那人扬了扬下巴。 颇为自豪地道。 不仅下过。 还下过三次。 萌星少女好奇地问。 都通关了吗? 当然。 那人哼了一声。 没有。 萌星少女。 没通关你傲娇个垂垂。 男人服了服眼镜。 说道。 我相信。 净土能给这个副本S级的难度评价。 一定有它的道理。 或许我们完成任务的最大阻碍。 并不在于时间和人数。 而在于队友。 灰色西装男在心中补充了一句。 目光扫过固齿。 瞥向萌星少女激人。 嫌弃之色异于眼表。 关于难度的事暂时聊到这吧。 既然是团队模式。 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做个自我介绍。 方便接下来的合作。 你们说呢。 眼镜玩家先爆出了自己的ID。 我叫楚天阔。 18级。 擅长背面作战。 翻译过来。 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刺客。 这让固齿感到有些棘手。 玩家等级超过10以后。 升级速度会明显降低。 18级少说也经历过二三十个副本了。 累积下来的战力提升不是他这种新玩家可以碰瓷的。 真要打起来。 他很可能会被楚天阔一招秒杀。 白羊。 下三通灵的傲娇难道。 18级。 主进战。 如果需要远程。 我也可以客串。 灰色西装男就比较冷酷了。 枪灰。 18。 特工。 一个多的字都没说。 特工。 听起来像个职业。 但其实不是。 净土中并没有所谓的职业设定。 玩家可以自由吸取任何技能。 特工。 一词只是用来指代那些精通搏斗和枪械的玩家。 换句话说。 枪回手里大概率有真家伙。 比副本给的防身手枪猛得多。 固持。 哦。 原来不止一个18级啊。 他看了看楚天阔三人。 又看了看自己的buff。 确认了。 是S级难度没错。 我叫灵猫。 七级。 是上一批进入净土的新人。 目前只学了三个技能。 都是治疗型的。 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萌新少女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浅浅的梨窝很招人喜欢。 枪灰脸都没那抹冷了。 其他两个新人也相继开口。 我叫江鸟。 五级。 主攻鸡献。 我不太会打架。 但硬上的话。 也不是不行。 芥末汤。 八级。 擅长烹饪。 之前在大型A级本里当过后勤队长。 战斗方面。 我可以给你们加油。 楚天阔点点头。 说实话。 三个新人玩家的素质都还不错。 至少态度上莫问题。 但很可惜。 这是个S级副本。 还剩最后一个人莫做自我介绍。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莫说过话。 众人看向顾池。 顾池才刚张嘴。 我。 你什么你。 都给我把枪放下。 边上突然冲出来一群警察。 个个鹤枪实弹。 将七人团团围住。 十多杆黑洞洞的枪口压迫力十足。 卫手的警长唾沫星子飞剑。 听见没有。 放下枪。 把手举起来。 有什么话。 跟我回橘子里慢慢说。 顾池的自我介绍是在橘子里做的。 姓名。 顾渊。 性别。 男。 年龄。 十八多一点。 多一点。 做笔录的老警员抬头看向顾池。 多一点是多多少。 六十三个月。 皮下很开心是吧。 老警员瞪着顾池。 杵柱笔杆子道。 我提醒你。 你现在是在警局。 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即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捕。 聪明的话就老实点。 好好配合我们调查。 争取从宽处理。 顾池略感无奈。 警官。 这是个误会。 误会。 老警员冷笑。 大白天聚众街头。 拿着枪有说有笑。 这是误会。 我看你们轻描淡写的样子。 更像是目无王法的惯犯。 好吧。 那我申请向我的上司通个电话。 可以由你们代打。 他会向你们说明一切。 顾池道。 不好意思。 我拒绝。 一个电话就想把人捞走。 门都没有。 这个答案在顾池意料之中。 一般嫌疑人被捕后都不会被允许与外界联系。 但他还是要问。 先礼后兵。 这是顾池大多数时候的行事准则。 即使在梦中或游戏里也一样。 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 他们已经在警局里待了快两个钟头了。 顾池坐直身子。 带着引手镯的双手放到了桌上。 食指交叉。 警官。 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 这真的是个误会。 我们也是为陈庸政府办事的。 某众议意义上可以说是同事。 我的同伴的却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背弄配枪。 抓也该抓。 但抓了之后。 出于对陈庸律法与人权的尊重。 你们至少应该先核实一下我们的身份再进行问话。 不是吗? 老警员目光不善。 你在叫我做事。 顾池淡淡道。 只是帮警官回忆一下办案的规矩和流程罢了。 老警员眯起眼睛。 我要是不按规矩来呢? 顾池与他对视了一回。 忽然话风一改。 那我承认了。 你猜得没错。 我们都是官犯。 老警员。 突如其来的坦率让他有点没反应过来。 也就是这点没反应过来。 给了顾池可趁之机。 人在面对出乎自己意料的状况时。 身心会出现一瞬间的呆滞。 在这短暂的片刻。 人的精神会变得空泛。 导致思维受限。 从而更容易被别人施加的暗示所影响。 别怕。 放轻松。 不会疼的。 老警员只听到这么一句话。 整个人便毫无防备地陷入了迷茫之中。 现在该我问你了。 警官。 姓名。 威廉。 维斯特。 性别。 男。 年龄。 48。 众人从警局出来时已经是下午4点。 谁也没想到。 自己刚进副本。 什么事都还没做。 就先被抓进了局子。 这大概是他们成为玩家以来。 经历过最让人惊喜的一个开局了。 枪灰脸色肉眼可见的黑。 以他为原心。 半径两米之内都是充斥着火药味的低压气场。 将鸟三人瑟瑟发抖。 净土游戏里可没有防务商的说法。 随时随的都可以痛击自己的队友。 他们真怕枪灰猛地掏出家伙给他们来一枪。 楚天阔对此却毫不介意。 镜片下斯文的笑容令人好感倍增。 他笑着安慰江鸟三人。 莫关谢。 新人玩家进副本都喜欢先查看临时装备。 毕竟你们平时接触游戏道具的机会不多。 可以理解。 下次注意点就行了。 三人忙不迭点头。 他们先前真没想那么多。 光顾着看枪了。 哪知道会有热心市民报警啊。 还好顾迟搞定了警员。 摆平了这事。 不然搞不好就要上演一出惊心动魄。 火拼当地警局的戏码了。 尽管这些警察大概率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要是被通缉。 他们找人的任务也别做了。 换成别人找他们。 说起来。 你是怎么做到的。 白杨好奇地问。 这些警员尤言不尽。 说什么都不听。 我刚差点跟他们干起来。 怎么又突然松口。 肯放我们走了。 可能是审我的那位警官比较好说话吧。 顾迟道。 我跟他还挺聊得来的。 顾远。 谢谢你。 灵猫在身后悄悄扯了扯顾迟的衣角。 带着欠一小声道。 顾迟不在意地笑笑。 末世。 就当做了个支线。 不管怎么说。 这次多亏你了。 白杨给了顾迟一个眼神。 来自澳江南的肯定点JPG。 至于。 警员好说话。 这个说辞。 白杨不信。 不过不重要。 都是臭打游戏的。 哪个老玩家不会藏上一两手。 是的。 在白杨心里。 俨然已经把顾迟当成了和自己一样有点东西的老玩家。 走吧。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 楚天阔道。 众人离开警局。 一边走。 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马路上。 一辆汽车迎面开过。 车厢四四方方。 车灯又大又圆。 整个造型异常复古。 爆童。 电话亭。 钟楼。 还有老爷车。 这时代可真够老旧的。 是吗? 我还挺喜欢这中旧电影的风格。 工业和科技都刚刚起步。 给人一种很慢的感觉。 灵猫说道。 这个时代的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生活压力吧? 未必。 顾迟望着街对面。 灵猫等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那里有一个垃圾桶。 和一个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的流浪汉。 白羊皱着眉头思索。 好像不是中午那个。 顾迟摇头。 不是。 你们可能没注意。 这已经是我们一路走来碰到的第五个流浪汉了。 楚天阔笑道。 你观察的倒是仔细。 顾迟。 你不也发现了。 楚天阔点头。 这方面我不太懂。 可我们一天之内能看见这魔多流浪汉。 应该可以说明这个时代的经济不怎么景气。 他们不是没有生活压力。 恰恰相反。 他们可能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成问题。 白羊皱眉。 奇怪。 城里不是住着一个先知吗? 地方政府为师摩不找他帮忙。 问一问怎么做才能改变现状。 别的不说。 至少让自己的市民都吃得起饭吧。 得确奇怪。 楚天阔放眼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建筑群。 对于这个平凡的时代而言。 具备一定超凡色彩的。 先知。 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词汇。 还有更奇怪的。 顾迟顿了顿。 说道。 我问过几位警员。 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城里有什么先知。 这就很有意思了。 副本任务是找到名位。 一言。 得先知。 并询问关于灾难之事。 可当地警局却告诉他们。 石鬼城里没有所谓的先知。 换句话说。 他们要找一个不存在的人。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一言。 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石鬼城的政府部门不知道。 白杨问。 他并不怀疑顾吃话语的真实性。 稍微查一下就能了解到的事情。 没必要撒谎。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有。 但非常小。 楚天阔用时只推了推比梁上的眼镜。 分析道。 越是发展落后的时代。 对这类超自然的事物便越推崇和敏感。 如果城里真住着一位可以通晓过去和未来的先知。 名声应该早就传遍了石鬼城才对。 警方不该一点风声都听不到。 警局的人也不会刻意隐瞒欺骗顾池。 理由与顾池不会在这件事上框他们一样。 那。 一言。 去哪儿了? 不知道。 那么容易找到的话。 这个副本就不会是S级了。 楚天阔道。 我们不用着急。 这才第一天。 还有很多信息等着我们去发掘。 慢慢找。 总会有头绪的。 话是这样说没错。 但怎么可能慢得下来啊? 不论什么游戏。 玩家总会对任务抱有一种特殊的执着和热情。 再说了。 人在副本里。 不做任务做什么呢? 他们是来通关的。 不是来度假的。 于是。 简单地解决掉温饱问题之后。 众人便分成两组。 开始分头打探消息。 你好老板。 啊。 我不买东西。 只是想请问一下。 你知道先知在哪里吗? A哥。 哥。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 一眼。 的人。 婆婆。 您知道先知吗? 什么知? 先知。 石魔仙。 每个人都很快进入状态。 一路上见人就问。 好像家里的老太太走丢了一样。 固执这一组有四个人。 她。 灵猫。 芥末汤。 以及姜鸟。 三个新人全在她这边。 哦。 她自己也是新人。 只不过。 大家好像都没把她当新人看。 固执当然不会去解释。 她动用能力催眠警局的人。 本身也有这层意思在。 穿见老玩家的衣服。 骑马后面发生冲突时。 楚天号等人不敢轻易动她。 做任务的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中。 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灵猫三人还在积极地向路人或商贩打听消息。 固执没跟他们一起。 只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观察住每条街道的标志性建筑。 彭扶一个来旅游的外地游客。 双眸是她的相机。 她时不时驻足。 每一次眨眼。 都像是按下一次快门键。 将眼前旧时代的一切定格成无形相片。 存入脑海。 直到某一刻。 嘿。 看什么呢? 灵猫点起脚。 从背后拍了拍固执的肩膀。 没试摸。 固执收回目光。 灵猫冲她撅了撅嘴。 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 看了一晚上风景。 她严重怀疑固执是在摸鱼。 可是有什么办法吗? 谁让人家是大佬? 还帮他们解决过麻烦呢? 只能宠着她了呀。 看着灵猫洋装气呼呼的样子。 固执好笑道。 你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吗? 没有。 说起这个。 灵猫翘生生的小脸一下子就垮了下去。 尾音拖得老长。 我问了好多人。 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关于仙芝的事。 也没听说过。 一眼。 还有人反问我。 仙芝是什么东西? 和荔枝有什么关系? 什么味道? 好不好吃? 真是。 哎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两人说话间。 姜鸟和芥末汤也走了过来。 看他们像泻了气的皮球似的表情就知道。 应该和灵猫一样。 一无所获。 这不是猜不猜的问题。 向路人打探消息也没识磨技巧可言。 没听过就是莫听过。 楚天阔三人估计也查不出什么来。 晚上十点。 众人回到初发点集合。 饭店已经关门。 街上空荡荡的。 不见人影。 安静地能听到远处舞厅传来的歌声。 不出固齿所料。 忙活了一晚上。 他们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似乎这座城市里真的没有一个叫。 一眼。 的人。 白羊不甘道。 明天继续找。 我还不信了。 总共就这么大个地方。 它能藏到哪里去。 事实上。 石鬼城一点也不小。 毕竟再怎么说也是个城。 而不是小镇或村落。 可人物明确表示。 先知就在城里。 即便没有人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会变。 基于此。 白羊仍旧坚持自己先前的想法。 对方是出于某种原因故意隐藏了身份。 比如当预言家荡累了。 想回归平淡。 便换了个名字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问题是。 你知道她长什么样吗? 楚天阔问。 还是说。 你知道她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当然。 白羊哼了一声。 不知道。 灵猫。 又来。 傲娇男。 夜色渐浓。 吹来的风有些凉了。 漫起薄薄的雾。 灵猫不禁缩了缩脖子。 她对物气比较敏感。 要不今天还是歇了吧。 又讨论了十几分钟。 没个结果。 众人一致决定。 先睡着一觉, 起来再说。 人在游戏里的生理反应和现实中没有区别。 渴了会渴了会饿。 睡觉和吃饭一样。 都是必不可少的。 反正副本不现实。 他们一腔热情莫得到回应。 摆一小画也理所应当。 令人欣慰的是。 系统发放的临时道具中包含了一大笔钱。 可以让他们住上城里最好的酒店。 固执都莫注意他们在说什么。 路灯在夜色下晕开。 他看到一个戴着口罩的人不乏急促地出现在街头。 将手里的塑料袋扔进垃圾桶。 又匆匆离去。 消失在薄雾中。 灵猫也看见了这一幕。 但没觉得有什么奇怪。 只是轻轻拉了拉固执的一杯。 走了。 固冤。 哦。 一千六百六十三城堡。 金碧辉煌的大堂让江鸟忍不住探导。 这真是旧时代的酒店。 工艺精美的水晶吊灯。 湿润芬芳的室内喷泉。 一尘不染的印花地砖。 漂亮又大气。 说是现代社会的五星级酒店他都信。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资本。 区别只在于他们该被吊在哪个路灯。 楚天阔似乎很喜欢推他的眼镜。 他说着走向马台。 微笑道。 麻烦帮我们开七个房间。 谢谢。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只剩下一个单人见了。 金发女接待查了一下。 招楚天阔露出一个欠然的笑容。 他看了看顾池等人。 又介绍道。 七个人的话。 我们有两个套房可以提供。 每个套房包含一个主卧和两个次卧。 加上剩下的单肩正好合适。 您看可以吗? 楚天阔看向灵猫。 七个玩家里只有他一个女生。 单肩肯定是给他住。 灵猫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可怜兮兮地眨巴着眼睛。 对江鸟和芥末汤道。 要不。 你俩挤一挤。 他不太想一个人住。 过往的游戏经验告诉他。 哪怕表面看上去再平静和谐的副本。 都随时可能发生极度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这城里晚上还会起雾。 经历过A级。 迷雾。 副本的灵猫现在看到雾就害怕。 要是单独住一个房间。 夜里雾气从窗戏渗进来。 又或者雾里突然冲出来什么东西。 怕大。 撞在他窗户上。 他怕自己会被吓哭。 行。 江鸟和芥末汤并不介意跟对方睡在一块。 大概因为都是新手的缘故。 两人关系提升得很快。 一会再喝两杯小酒。 差不多就可以称兄道弟了。 那就开两个套房吧。 楚天阔对接待说道。 好的。 请稍等。 入住手续很快办好。 房卡固持拿了一张。 楚天阔拿了一张。 两个房间都在四楼。 离得不远。 至于哪几个人住一间。 和之前的分队一样。 自由选择。 于是顾池刚打开房门。 灵猫三人便钻了进去。 顾池。 真是自觉。 这就是魅力九的潜在影响吗? 看来他们都挺服你的。 楚天阔笑道。 枪辉则冷冷往房带看了一眼。 没说什么。 往前走去。 白羊小声吐槽。 这祸可真难相处。 一整天就说过一句话。 枪辉。 十八。 客宫。 简直了。 我女神都没他这么高冷。 也许他只是单纯地不喜欢说话。 顾池看着枪辉的背影道。 算了。 管他呢。 只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就行。 白羊道。 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楚天阔三人回房。 顾池关上门。 看着沙发上的三人。 开玩笑道。 你们三个是赖上我了是吧? 是的。 灵猫一脸认真。 经过讨论。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 顾渊前辈是最可靠的。 是吗? 顾池从小冰箱里拿了一罐不知名的饮料。 吃。 一声拉开。 怎么个可靠法。 灵猫。 你会笑。 姜鸟。 你脾气好。 芥末汤。 男人的直觉。 顾池。 那直觉有没有告诉你。 跟在我身边才最危险。 楚天阔不是也会笑。 顾池道。 灵猫诚实道。 但他莫你帅啊。 游戏中角色的相貌就是玩家的真实相貌。 除特殊道具外不可修改。 只不过在游戏结束时。 玩家不会记得队友的样子。 只能记住一个ID。 但这并不影响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偏向于其他高颜值的玩家组队。 包括一些NPC。 很多时候也会根据玩家的装束和样貌看叠下菜。 所以。 魅力。 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属性。 作用不只是择偶优先权那么简单。 对此。 江鸟和芥末汤身以为人。 你以为只有女人才喜欢帅哥? 其实男人也喜欢。 铁一般的事石摆在脸上。 顾池能说什么呢? 早点休闲。 他抛下一句话进了次我。 主卧就留给芥末汤和江鸟去挤吧。 顾池将系统发放的临时道具拿出来看了看。 塞尔克5377。 陈庸政府制式手枪。 口径0.45ACP。 弹侠容量6加1。 OPPO17 Pro Max。 卧星公司最新款手机。 充电一分钟。 待机50年。 眉石摩特别大。 但手感还行。 这枪握起来挺顺手。 顾池玩弄了一会。 把枪放了回去。 简单洗漱后。 他便躺到了床上。 床离窗户不远。 望过去刚好能看见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钟楼。 挂在钟楼上的钟造型非常特别。 有上下两个表盘。 一蓝一黄。 刻度间点追着许多图案。 顾池本想像之前观察街道楼房一样记下钟表上的细节。 但距离太远。 实在看不清。 算了。 还是改天再抽空去近距离观摩吧。 据说,钟楼在12点整的时候会想一下。 希望不会吵到自己睡觉。 房间外。 灵猫三人也没聊了。 今晚跑了那么久。 跑的时候还没感觉。 有出入副本的热情在那撑着。 现在一停下来。 触碰到柔软的沙发。 立刻就有些困了。 呼到晚安后便各自回了房间。 想着顾池就在隔壁。 灵猫这一觉睡得又香又甜。 特别踏实。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他没能睡到自然醒。 第二天一早。 砰砰。 砰砰砰。 灵猫被一阵粗鲁的敲门声吵醒。 谁啊? 砰砰砰。 门外的人没说话。 但敲得更用力了。 来了来了。 别敲了。 好烦。 大早上的扰人轻梦。 灵猫生气地垂了下床。 旋即怨念满满地爬起来。 裹紧睡衣。 扒拉着拖鞋到客厅开门。 砰砰砰。 还敲。 小心我把你脑袋敲掉。 灵猫在心头恶狠狠地想到。 嗯。 只能想。 不能说。 来找他们的不是楚天阔就是白养。 又或是枪灰。 都是大佬。 谁都惹不起。 但是实确是。 他猜错了。 灵猫放下锁。 把门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丑陋到极点的脸。 甚至都不能称之卫廉。 对方面部的皮肤像枯死的树皮一样干别其中。 眼珠凸起。 口鼻流浓。 身体更是溃烂得不成样子。 满身除了红就是绿。 散发卓令人作呕的腐臭。 灵猫。 他一脸淡定地把门关上。 丧尸。 怎么可能。 这又不是末日生存类副本。 一定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于是灵猫做了个深呼吸。 重新开了此门。 好。 碰。 。 救命! 有丧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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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